票真的不能亂投 贺锦丽最新的竞选广告 就打恐吓牌 暗示78岁的川普 若是心脏奏停 副手范斯只差 一个心跳就能够扶正变总统 这当然是看着选民不喜欢范斯 但是反向解读 贺锦丽阵营也确实看到范斯 在前一天的副手辩论 表现还不错 威胁性增加 只是范斯跟他的辩论对手 华兹两人意犹未尽 隔空再打延长战 特朗普的记录 华兹说范斯耍嘴皮子 最气的大概就是昨天范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范斯不敢讲川普有意推翻2020的大选结果 民主党健烈欣喜 立刻剪成竞选广告全力放送 但是跟着川普也不一定吃香喝辣 川普的心腹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就被川普牵连 因为诽谤案被判赔1.4亿美元 最后他申请破产 朱利安尼的女儿公开挺贺锦丽 朱利安尼的女儿还指控川普毁了他父亲的人生 不能再让川普毁掉美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